爱中牧养 主啊,当我们更深地默想着你的话语 并殷勤栽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 你就必降下圣灵的秋雨、春雨 使我们的生命丰盛有余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全心全魂侍奉他 我必按时将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新油 生命纪十一章十三至十四节 每日金句 西安的子女啊 你们要因耶和华你们的神 欢喜快乐 因他赐给你们公义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春雨和起初的十节一样 约尔书二章二十三节 今天神说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恒人 直到主的来临 看那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为此恒人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亚哥书五章七节 今欲良言 借主救赎与应许 和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主必落下赐福的雨 处处处 处处低落 尽是神的怜悯 让我们将神的话语 栽种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干渴的地方 祂的话 必在我们心中不断地生长 并结出生命丰盛的果汁 使我们的生命 在面对这世上人事物的挑战时 不再枯干 而是使我们的生命 因着圣灵的充满 而丰盛有余 赞美主